平时我们喝完汽水后的铝罐 除了回收之外还有什么用处呢 成都一个女孩就用这些看下平平无奇的铝罐 制作出一件件精美的手工艺品 一起去看一下 何眼熊七年前在一间医院教护士 但后来他辞职成为一个婚礼化妆师 并且经常自己亲手为新娘制作投色 自此就踏上用铝罐制作各式各样手工艺品的道路 一年前他开始将自己的作品拍成影片 发布在网络上获得超高价点击率 何眼熊说自己作品的灵感来源 往往是来自翻阅一些古书和画作 例如他曾经以《山海经》当中 《九美湖》作为创作造型 自己好像多了一份使命感在里面 想要把中国传统化学习好 未来何眼熊还计划建合家乡的风景设计作品 融入成都的古建筑和日常生活题材 无线电视记者賴君瑞报道 热带雨林是野生动物的天堂 但实行管理巡户绝对不容易 海南建设电子围栏 对热带雨林进行全天候监测 一起了解一下 大屏幕上 一只海南长臂猿将开双臂打千秋 又清晰见到护林员的巡户路径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去年启动智慧雨林项目建设 由关口监控相机振动光纤 振动全感器和红外线热感应相机 组成电子围栏 对进入监控区域的人 车和动物进行24小时监测 从而减低了护林人员的巡户强度 护林员巡户不到的地方或者巡户不到的时间段 就有一个空缺或者是一个盲区 安装了这个振动光纤以后 起到了一个补充的作用 布设的红外线热感应触发相机 可以完成高清图像和视频的实时回传 后端智能数据管理平台采取AI智能识别算法 对回传画面中的野生动物进行分类识别 何聪说未来全景上机 林中穿梭无人机等的新型设备技术 也都将会投入使用 无声电视机者何曼君不道 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伊朗核问题公开会议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说 中方欢迎美国和伊朗重启间接谈判 希望各方尽快就证于未决问题 达成共识 为恢复全面协议完整 有效执行 扫除障碍 希望欧盟继续发挥协调员的独特作用 为推动各方体现更多 更多灵活做出更大的不懈努力 张军又说美国作为伊朗核危机的始作俑者 应该采取事实措施 积极回应伊朗合理诉求 批评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 是当前危机根源所在 理应彻底纠正错误 伊朗和美国在欧盟协调下 日前在卡塔尔首都多哈 就恢复履行伊朗核协议进行间接谈判 但未有进展 香港回归祖国 开启了香港历史新纪元 25年来 在祖国权力支持下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 一国两制实践 在香港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 回归祖国后 香港在国家改革开放的 壮阔洪流中 感为天下先 感作嫩潮儿 发挥连接祖国内地 同世界各地的重要桥梁和窗口作用 为祖国创造经济长期平稳 快速发展的奇迹 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得到14亿多祖国人民 鼎立支持 得到香港 澳门居民 一致拥护 也得到国际社会 普遍赞同 这样的好制度 没有任何理由改变 必须长期坚持 国家主席习近平 之后为第六届政府新班子监制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 率领主要官员宣誓 三位司长中 财政司司司长陈和波 原委过度置新一届政府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是新加入政府 新开始副司长的职位 三位副司长也是一起宣誓就任 而国局长也是由上届主要官员 公务员 立法会议员 和业界人士组成 五位根据《基本法》 须中央任命的主要官员 包括廉政专员 警务署署长 、沈 George troubles 和 际残署署长和 海关官长都同时宣誓 之后官员逐击向国家主席习近平 鞄躬 在疫情下 未有像过往般 跟领导人握手 第六届特区政府主要官员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监制下宣誓就职 国家主席习近平早上10点 乘搭高铁专列在底港 前往湾仔会展 出席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大会 期第六届特区政府就职典礼 习近平为新任行政长官李家超监细 李家超成为第一位 纪律部队出身的行政长官 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定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 尽忠职守军守法律 连结奉工 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服务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 说香港回归25周年 一直跟祖国风雨同舟血脈相连 也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开放上着出贡献 首先 我向全体香港居民致以诚挚问候 香港回归祖国 开启了香港历史新纪元 25年 25年来 在祖国权力支持下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 共同努力下 一国两制实践 在香港 在香港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 香港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壮阔洪流中 感为天下先 感作嫩潮儿 发挥连接祖国内地 同世界各地的重要桥梁和窗口作用 为祖国创造经济长期平稳 快速发展的奇迹 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